锦衣之下欲亡殿下,依我看还是不用了,我府上下人足够,不缺人手,殿下精挑席选的人还是留着照顾自己吧,不用为了陆某而割爱,陆毅也开口婉拒。 文言的惊吓对于陆毅的回答是是满意,他就知道自家大人一身争气,不是好色之徒。 陆千世不必如此小心谨慎,父皇令你们锦衣卫监察百官,你为了朝廷繁星是这般的鞠躬尽瘁,我送两个董事的人照顾照顾你日常起居,这应该算不上行贿吧,还是说陆千世是刻意与我生分。 欲亡笑道,欲亡殿下说笑了,那既然如此,这二位姑娘,陆千世就说下吧,说罢的欲亡,走进一步陆毅面前,陆千世正是血气方刚的年纪,有些事情卸下陆夫人怕是不变,这二位姑娘应该可以派得上用场。 他这话明显就没有打算逼着任何人,也让今夏听得一清二楚,真是不要脸,要不是碍于他是皇子的身份,今夏都要忍不住臭骂他一顿了。 不过好在他知道陆毅向来就不是好色之人,自打与他相识至今,都没见他与什么女子亲近过,倒也是让他放心不少。 既然欲亡都这么说了,那陆某也就不好推辞了,二位姑娘留下便是,陆毅微微笑道,文言的惊吓,煞时有些懵了,本以为陆毅会直接拒绝的,却没有想到他居然答应留下这两位姑娘,大人心底在想什么? 若是换作之前,今夏铁定不会多想,他知道陆毅对于自己是什么样的情感,然而,此时却怎么都多少有些心里不识滋味了。 偏偏欲亡见陆毅同意留下二位姑娘,一脸笑意地隔应今夏,不知陆夫人意下如何呢,可别因为这点事情影响了你们二位的夫妻感情才是。 今夏皮笑肉不笑地看着他,我自然是以我们家大人意见为准的,大人既然都同意留下这两位姑娘,我还能有什么意见呢? 我还得谢谢欲亡如此关心我们陆大人,甚至不惜割爱,真是让人感动。 陆夫人客气了,希望这二位姑娘以后能多多帮你照顾陆迁事,也算是为你分忧了。 欲亡一脸戏谑地看着今夏,好啊,我自当好生教导二位姑娘,今夏强忍着心中的不愤,一脸假笑地说。 陆毅看了看身侧的今夏,能感觉得到他似乎对此事很不高兴,也真是难为他到现在都还没炸毛了,正要开口帮衬几句,又被欲亡抢了话,那便是极好的,陆夫人境界很高啊,本来还担心此时陆夫人会不高兴,看来是我多想了。 惊吓富匪,知道自己会不高兴,还故意这么做,这个人的心里可真是阴暗,瞥了一眼他,怎么会呢? 殿下一番好意,我若是不高兴,岂不是舍了你面子?如此最好不过了,那我就不打扰大家,先行告辞了,欲亡说吧,一脸得意地背着手离开了陆府。 二位姑娘走上前来,屈膝行了个礼,谁是主动得很,奴家见过陆大人陆夫人,二人一口同声,二位姑娘不必多礼,陆毅对着两位点了点头,惊吓未作声,上下打亮了一番这两位姑娘,长得倒是不错,腹白貌美不说,身材也是极好的。 不由得想到多年前在杭州官邑,无手续给陆毅送来两名女子的情形,不过以你的脸蛋和身材,确实没法跟那二位姑娘相比,难道你就不担心啊? 我是没法跟她们比,两位姑娘甚是好看,若是大人真喜欢,那我留下她们便是。 往事莉莉在母,那时候的陆毅与现在的陆毅,似乎并没有什么太大变化,而自己呢? 惊吓不由得陷入了沉思,两位姑娘见陆毅没有拒绝她们的靠近,反倒更近了一步,而惊吓依然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,未有察觉,这倒是让陆毅始料未及的了。 本来她以为凭着惊吓对自己的占有欲,是绝对不会允许其他女子靠近自己的,等着她如同过往那般将自己拉开与其他女子的距离,却看到此刻的惊吓正处在失神状态,于是只好出声问她,你怎么了? 恩,回过神来的惊吓,看向陆毅,入眼的便是处在二位姑娘中间的陆毅,惊吓心里自然是不爽的,面上却神色如常,端着浅笑,我在想如何安置这二位姑娘才妥当,不过这是我好像不太擅长,还是不猖狐了? 她这笑意明显未打眼底,如今的陆毅已经不想要知道她会不会为了自己而吃错了,反而担心她怕失误会什么了,顾不上两位姑娘还在一旁,开口想要解释,惊吓,我突然有些饿了,去看看有没有什么吃的,惊吓打断了陆毅的话,说完便朝着厨房方向而去,此刻的她只想自己静一静。 好的